欢迎来到哲涵说 用最简单的方式 讲述我们要吉他 以及预理的那些事 我是海老 大家可能一开始 学习吉他 或者弹吉他的时候 练习的第一个调 可能是C大调的音阶 但是我们在弹唱的过程中 在前期用到的C大调 和G大调的和弦 变配的曲子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很多情友在问我 就是说 这个C大调的音阶 我在纸板上摸摸 还能摸得出来 通过ミソラシレ 这个音阶排布 那么G大调的 这个纸板的音阶 该如何去排布呢 今天我跟大家来说一下 我简单的先示范一下 然后跟大家说 该如何去排布 那么我们先从 这个前三把位来 这是前三把位的 大家看上面的纸型图 第二个呢 从这个C型音阶开始 就从第二屏开始了 C Do Re Mi Fa So La C Do Re Mi Fa So La C Do Re Re Do C La So Fa Mi Re Do C La So Fa Mi Re Do C 好 C型音阶弹完以后呢 那么其实就弹这个Re型阶了 C Do Re 这个Re Re Mi Fa So La Si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Fa Mi Re Do C La So Fa Mi Re Dong C La So Fa Mi Re 好 这个是在第五屏 这个Re 那么 Re后面呢 是一个Mi 就是说有Mi型阶了 这个就是Mi型阶 后面呢 就是一个So型阶 Mi Fa So So 就这个位置 这样子的话 我把G大家的 所有的这个纸板音阶 我就弹了一遍 其实我弹音阶的时候 是没有死基音背的 即使我们在前期练 这个C大家的音阶的时候 也会接触到 Mi So La Si Re 这五个直行音阶 练这五个直行音阶的时候 让这个手指 有一个肌肉记忆能力 就是很快的能弹出来 不管在哪一个品格 弹中任何一个直行音阶 都能弹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打好以后 再结合一些基础的阅历 你就可以把24个调的音阶 在纸板上就可以弹出来 就这个概念 就很简单 对吧 比如说我在弹的时候 在G大调 这个前三板位的时候 我就从这个拉形音阶开始了 那么这个谈的拉形音阶 可能和在C大调的拉形音阶 有少许的区别 因为拉形音阶 它是占到了五个品格 但如果说我们在前三品谈的时候 加上一个空弦 那么就是算四个品格 那么还差一个品格 那么它要往后接一个品格 就是这个概念 大家从这个执行图里面 可以看出来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比如说 其实这个声音 原先是在下面这个品格 是这样子的 大家不妨去对比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就拉形音阶 对吧 形成一个拉形音阶 好 那么这个是C 对吧 好 再维持一句 好 这个呢 咪形音阶 咪发索 好 再缩形音阶 那么就把 这五个音阶的排布 重新的再组合了一下 这样子就形成了 既大调的全部的直版音阶 其实很多调都是通过 咪索拉斯里略的这个顺序 去重新排布就可以了 今天呢 我们就简单的分享到这儿 既大调的音阶 该如何去找 拜拜